亲爱的两位老师 记全底师兄4.0 大家晚上好 好 今天我要讲的见证就是 来自胡鼎 小腿在我们见证 就是说有一个 有一个师兄七十多岁的师兄 去年在智智岛 那边学长生学 他就说 这位师姐 就说他在智智岛 对高 就是说 不能起床 行动很不改变 那位师兄 学了这个长生学 因为他们有点出来 我们讲出这样的关系 所以 就是我们在证过了新年上 我们看到他们的关系 因为他的孩子在哪里知道 他不要上一层 所以就没有出镜 那位师兄呢 就很慈悲 很耐心 很有爱心 你错上一层 你连出山就去跟他调整 就是说 就调了一个一 一个一 一个一 怎么样 就是说 有一天 在那个调整站 坐在那位师兄的旁边 他讲 哎呦 我记得啊 长生学 真的很神奇 蛤 我说 你记得很神奇 怎么样神奇啊 他讲 我说 以前你不是学过 以前会不会珍惜 但是现在我真的知道 长生学 真的是很美大 很美不起 因为你知道吗 美女科兵的那个 丑行吗 就是这类的世界 他讲 八十八岁啊 老骨头啊 你们说 不会好吗 在床上很难下床 行动也很不方便 但是那位师兄很慈悲的 就是说 每一天 都抽时间 跟他去调整 我们两排猛炒炒 虽然是在 都会夹 一直以为他没夺带 他要出去 因为他的门一直关着 哪里知道 那位师兄长起来 真长腿 在各两三家 不知道这 这个问题 哪里知道 那位师兄 真的 你没有看到那个阿超 你现在那边走 动了吗 他说我真的知道 你的对面 他现在已经不走 就要不出来走 同时他也鼓励他 就说来 来这个马口 学习这个长生学 你想 老骨头啊 现在能够行动自 行动自如的 来到这里 满口鞋 是长生学 嗯 大家说 好不好 好 好 就是很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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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一个老人家 也不当会听华语 我不会讲 不过他觉得 真的是很好 那位师兄 有真的是很吃费 嗯 还有 我还有一个见证 啊 就是说 在去年 雷鬼的时候啊 有一位师姐 我调整一下你的师姐 他那位师姐 也是 七八十岁了 七十七十八岁了 嗯 他来到我家 哎哟 我的那个老子啊 嗯 就说 我做工配的 他已经掉了 躺在地下 他说 啊 应该 跟他调到你 不会讲话了 咧 我说 我就跟他讲 怎么去调整 然后 因为那时候是 榴莲的季节很忙 我先生 不在家 拍拍准断 然后就做 吃饱了 就拍拍 看他回了 我就拍拍做摩托器 他就讲 虽然他没有叫我吃饱了 帮他调整啊 但是我是叫救人秘密啊 甚至叫气势鸿除 啊 所以我就 快快到江西 跑到了这家 就跟他一起做调整 啊 调了 半个小孩左右 那位 那位老人家八十岁了 他就开始会讲 一点点 不是很清楚 他讲他在家 我没用力 不过 我叫他 我们就跟他讲了 了解 我会继续跟你调 他要我调的脚 他的脚 我说 不需要的 你好痒 就没问题 你的脚就会没问题 后来就调了一个半钟点了 那时候下大雨来嘛 我就快快到中文化回家 然后 过了几天 他就来我家 我问他 你的那个 老子怎样啊 他讲 好了 真奇怪了 哎哟 哎哟 因为我跟他讲 我们调的时候 他的那个头 那个 都在那边想 我就 我就感到很害怕 这样 但是我还是 继续跟他调 我讲 你的孩子要睡觉 你的孩子要睡觉 那我一定要带他进遗宴啊 他说 很奇怪哦 我说 你没有进遗宴啊 他都好了 这什么遗宴 谈也不见了 哎哟 我常生谁 真的了不起哦 真的不可思议哦 他讲 哎哟 为什么这么谈 我们这样调了 啊 好的 他讲 因为我走了 时候啊 他都没有继续调 但是啊 我是很奇怪 因为到了 我10点这样走嘛 他的儿子就 呃 大概12点这样就回到家 他说 我儿子回到家的时候 他好了哦 被讲话 他讲了一听 开始会走动这样 他说 都已经好了 那你现在去看医生 啊 所以他讲了 长生行啊 绝对不好放弃啊 他说放弃就是很可惜的事 啊 我今天要讲就是 也希望大家能够 好好珍惜这个长生学 而且 他也准备他的孩子 还有他进家的女性啊 也今天也到来学习 这个长生学啊 啊 我们今天就是讲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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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怎么样可以吗 因为我的两个小师姐 有一点心 跳得很快 就找Dr.顶蜜蜜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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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